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在鏡頭面前扮得這麼好入圍 他隨時變成殺手年 網民說Madam你這麼漂亮 一定是警花 還封我們是最強CP 星期六 高靖約了他那個最強CP Michael吃飯 一定要吃飯 一定是吃我這一餐 我們才是朋友 說這麼久 還是不想我妹妹和Michael約會 是啊, 我們擔心安全 高Sir, 你喜歡了我妹妹? 你喜歡了我的祖元? 很奇怪 有沒有問過我這個那個? 有沒有問過這個阿頭? 沒有 我是對高靖有意思, 真愛無罪 真什麼愛無罪? 又說生日又說搞什麼P 遮瑕我們全部人過橋幫你追女孩子? 我不是玩玩玩的 高Sir, 你認識我這麼久 你也知道我做人做事都這麼認真 King Sir, 你和我和屋主這麼久 都知道我沒什麼不良的嗜好 是, 雖然我比不上高Sir這麼高 但是我也算得上是黃金筍盤 你肯為我妹妹封盤? 簡直是九百九十九年期 一定能過到2047 做人有自信是對的 我先指聲明 最有資格發表意見的那個不是我 你父母相傳, 有五個姐姐 還有五個姐夫, 六個怡心 九十歲的爺爺, 八十歲的公公 我家人夠多, 一定夠了家庭溫度 你年年驗身, 有沒有做過身體檢查? 我沒有三公, 沒有遺傳命 應該不會太短命 我保證, 我一定會一直保護高靖 你差點像吵架鬼命一樣 就是Madam保護你, 我保護Madam 你又說不會發表意見? 我沒什麼再問了 高Sir 那我才是過關了 現在不是面試沒有說過不過關 我一直想有個人真心愛惜我妹妹 但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你 我要先確保追我妹妹的人不太差 但不代表你一定追得到 你要追高靖 追不追得到就看看她有沒有感覺 凡事殉其自然 最重要是你不要飛琴大咬 你們兩個不下閘, 之後開了綠燈 這個星期六 記住叫高靖千萬不要跟Michael觸關萬餐 我妹妹從來沒有說過要去 我妹妹從來沒有說過要去 一邊是剛剛認識的 另一邊是你生日P 我們所說的, 怎麼幫忙 都是你比較好朋友 我告訴你 對, 怎麼會比我多漂亮 我對, 我看到了 我一定會要去 我愛你 我愛你 是, 怎麼就很漂亮 有我們法政法醫 執法三大部門傾情賺助 當然有份量 蛋糕是我選的, 你喜歡就好 我很喜歡 等等, 許個言 對了, 忘記了 來, 去吧 Michael Michael媽媽 為什麼最後的YouTuberMichael也來? 我為了要來這個派對 拒絕了Michael一頓飯 所以問問他有沒有興趣參加 認識多少個朋友 大家好, 我想你們不會介意多個人吧? 謝謝… 認識多個新朋友更好 最重要是不要妄想直播 我沒心理準備的 我的電話不能開直播 如果你們再覺得不安全 電話交給警方保管 乾杯, 乾杯… 蛋糕不錯 還好, 有沒有商店的資料給我 讓我介紹一下 好, 送給你 謝謝 你好像跟阿公正屋屬一樣 上次一起捉飯之後 介意不著我通訊息聊聊天 沒問題, 有人要嗎? 我要 為什麼你只吃腰果呢? 還有其他蛋糕 腰果不錯, 我喜歡吃的 你喜歡吃腰果嗎? 我家裡還有一瓶子, 我送給你 是呀, 不客氣 謝謝 對不起, 先接個電話 我真的猜不到 炸腰果也有這麼多學問 又要浸暖水, 又要凍油漏 不然跟秋姐上課真的無從入手 但我還老爸輕輕說繼承她的廚藝 難道真的要失傳? 你學不來就我來繼承吧 秋姐也一樣這麼開心 你?行不行? 秋姐說的嘛 你做不來的事就全靠我 我…我想我也能靠的 有沒有聽過 靠人不如靠自己? 也對 你畢竟是女強人 不應該用一個靠字 用…照顧這兩個字會不會好一點? 我編上三個字 考慮一下, 好嗎? 好 Michael 你跟高靖觸犯的影片我都看過 你身手這麼好 難怪YouTube的名字叫MMA 我以為選擇多媒體藝人 多媒體藝人 不, 我看粉絲形容的Michael 你的現狀是叫My modern age 好…雖然你們的解釋全部都沒錯 不過當初我改MMA這個名字 真的因為叫Michael媽那麼簡單 你們真的不要說出來, 還要品嘗, 麻煩你 其實有機化合物 Methyl Methacrylate 即是甲肌餅希酸甲脂 別品也叫MMA 可以用來生產最甲肌餅希酸甲脂 PMMA, 用途廣泛 有飛機座、倉罩, 到假牙都用得著 暫停 你白天發症, 晚上繼續發症 你真的很愛發症 我記得之前深夜重播CSI的時候 他慢慢追 最近出了復刻版Blue Ray 對, 你買回來就不用慢慢追這麼辛苦 我也訂了 好…謝謝, 再見 這麼開心?還有我拿合作嗎? 中就中了, 不過是買了那種香水 出了一年一度的櫻花限定版 要抽中的時候可以買的 媽媽就通知我, 中了 原來都是女孩子 聽到限定版這三個字都會心動 沒有女人可以抗拒這三個字 不過這次不是買給自己的 是買給Elaine 以前他每年都會抽 一抽中了就開心足一年 今年他抽不到, 就我幫他抽 他知道你的心意一定會很開心 不過不抽過也不知道原來這麼麻煩 又要填放, 又要限定幾點抽 以前我心頭好都一定幫我搞的 今年我幫他搞 明年後年我都會繼續幫他抽 幫他留情 將來一起噴著看櫻花 有人對自己好是很難得的 有一個自己願意為他付出的人 都是中學科 你經常都這麼多人生大道理 其實你不做警察 可以試試轉學做輔導 對, 為什麼我老婆沒想過呢? 對, 真是太誇張了 Michael, 你中文說得這麼好 真的不像在外國長大 其實我也是在香港出生的 不過我小時候跟爸爸媽媽移民去三藩市 後來地震, 他們就在那時候走了 你們不用這麼反應 其實過了這麼多年, 我沒事了 更何況我還有一個妹妹 她跟我一起生活, 一起長大 跟你們兩兄妹一樣, 感情好 其實我還有一個姐姐 是三兄妹才對 那為什麼今天不見她呢? 她小時候已經不見了 不過我相信她還是世界某一個國落 我們三兄妹的精神永遠都同在 將來一定有機會介紹給你 我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分離是為了令人變得更堅強 來, 祝福你們三兄妹可以早日團聚 謝謝 謝謝 又在這裡看我們三兄妹以前的大俠照 而李麥亞剛剛出頭的 謝謝 還想起你小時候 我們很喜歡上天台看星星 是呀, 姐姐特別喜歡看星星 還很想見到流星 下星期就是我六歲生日了 如果一會兒見到流星就好了 流星, 大妹 哥哥, 我們一起去園吧 好 我希望哥哥身體健康 還有一個心髮夾 現在你把你趕快說出來 三妹, 你自小思緒已經很清晰 其實這次你知道為什麼暫停 組成大半個月替自己教生日派對嗎 生日月, 維維維, 開心嗎? 你畢竟是英明女幹探 沒理由察覺不到她是為誰的 神經病, 有甚麼可能 我甚麼都沒有說 是你自己明白的 她沒有跟我說過, 我怎麼知道 那你對人有甚麼看法 我有權保持監獄 對的, 你是有選擇權的 就好像那個Michael也不錯 一表人才見多識廣 也挺吸引的 你怎麼這樣? 賺Michael也不賺自己的客人 那暫停留給你賺吧 Michael多好也不重要 她全世界有這麼多粉絲 是一頓一審盤 說不定人家早就已經封了盤 我連日子抽籤的資格也沒有 看完結婚後, 你的心情零碎是不一樣的 她的精神真的越來越好 她知道我幫她抽籤兩晚開睡之後 還能笑得像個小妹一樣 你也笑得像個美少女一樣 笑我這樣說吧 今晚你終於可以睡個好覺 發個好夢了 那King Sir, 你這麼值得想 還要我齊可夫 若然請我吃甜品 那就真是完美了 吃甜品來說 就一定要嘗嘗我們糖水店的 潛名大菜糕 包你吃過了一層味 但很晚了, 生泡還沒嫌 沒有, 來得及 怎麼回事 姐姐 碧姐 什麼事?這麼早就收貨 姐姐, 你沒事吧 你操作的, 讓我來吧 不用, 我還能走 糖水店是我自己的店 你弄傷它嗎? 是呀, 什麼事 是呀, 前兩天被箱子壓住了 捉了藥就離開了 捉藥就離開了 你也沒看醫生, 怎麼知道沒有骨裂 對呀, 弄傷關節可大可小 你越動越腫了 我說沒事就沒事了 我自己身體自己最清楚 那行了…你別再搞了 明天哪兒都不要去 我帶你去看醫生吧 生泡, 別開門了 生泡, 不開門 你也想我撿了一個糖水泡 以後不開門了, 是不是? 姐姐, 發生什麼事? 糖水泡做不住了 業主又說要加租 這次加足兩倍 店舖上不關門也不行 我終於守不住了 這裡是我和阿本 第一次相識的地方 不過, 我們天天來吃糖水 之後結婚, 頂住了店舖 本來還準備買了這個店舖 一路長造 但是, 阿本死了 就什麼都沒有了 終於什麼都沒有了 姐姐, 畢竟我們都租了這麼久 要是這樣, 明天我和你找業主談一談 我真的… 談什麼? 你以為業主好像你姐夫一樣 這麼容易治癒 你說什麼就什麼 你說刀就刀, 你說生日是生日 你說去體浪 就給你一條命 不是因為你 你姐夫就不會死 阿晴就不會, 還沒出生就已經沒有爸爸 阿晴, 這裡可以粗粗地賣掉 你不用讓人家坐, 家又家 現在, 我和阿本剩下的唯一的連繫 都快來沒了 你半叔啊, 你 阿晴, 叫你來吃甜品 誰知道被你看到 我姐姐省得我立立靈 可數慶漢, 不好意思 平時只有King Sir李花威空點反 今天竟然看到你, 被人省得沒聲音 的確有點不患 被你親眼目擊我, 我還點魚爆 我還沒想到 我之前有幾餘就讓你看光了 我真的看到的 並不是你所說的有幾餘 而是看到你真心真意 為你姐姐付出和人家 但是得不到她的良界 其實我姐姐是一個很溫柔的女人 我是我姐姐大大的 我記得以前有人追她 她會先自聲明 結婚之後要照顧我一起住 其實你姐姐和姐夫都一樣疼愛你 就是因為一次意外, 改變了所有事 我記得我姐夫是一個很折劍的人 經常都不捨得花錢在自己身上 但是她對我一點也不顧慨 有一次我體驗了一支錄音筆 她想也不想也馬上買東西給我 反對著我姐姐說是買相機送的 本來唐水波的店位很便宜 我姐姐和姐夫存了一些錢 打算買她下來慢慢供 誰知道第一次差不多可以下訂的時候 我遇到交通的意外 他們想我有好一點的治療 所以轉了我去伊斯嘉賢 於是就不夠錢下訂, 所以買不成 到姐夫差不多有錢下訂的時候 她就出了事 失去了她最愛的丈夫 一個女人要捱大一個女兒頂住店 我姐姐多年來有多辛苦, 我知道 我這個做弟弟唯一可以做的 我姐姐就在她不開心的時候 給她一個發洩和出氣的對象 就算她罵得你有些過火和不合理 你也硬吃 其實那時候是個意外, 不是你上嫁 怎麼稱都是我欠我姐姐 我只想代替姐夫好好照顧她 她已經承受太多了 你也做得不少 聽站平說, 你分了一間房子出去 她也為了上多筆錢, 供個侄女讀書 你也一樣做了很多 有你這個屎孔陪我聊天 我的滿氣散得七八八戀 你什麼時候再需要找屎孔 我也隨時站起來 我去找屎孔陪我聊天 我去找我邀請你 我去找我了 我去找就知道 我去找你 我去找我, 找我找我 你找我找你嗎? 我去找你找我找我找我 我去找你找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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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去找你找我找我找我找你 對不起, 剛才塞了一陣子車 不過我已經訂了桌子 帶你去深井吃燒鵝 你每次去香港都待一晚就走 還沒吃過真正的地道東西 這次讓我帶你吃暈香港 聽到也流口水了 不過要讓我先拿東西去商場給別人 燒鵝等了一會兒, 應該不會飛走的吧? 會的, 但燒鵝飛走了 就吃過別的東西了 最重要是皇帝妹妹喜歡 而你說對, 我什麼時候可以四老? 都說過是最好的 好, 走吧 你是不是想打給我老公? 賤人, 你以為你是誰? 誰?貪污虛榮, 不知廉恥 拜託你洗肢了一個時, 隨便摘一塊鏡子 你尊重客人, 尊重你自己好 我用你的飛雞教訓我? 說話反映人格 你完全不懂得自重 怪不得你老公出去找別人 你說什麼? 你再電話一下, 我就馬上報警 公然你誹謗, 再告你傷人 你以為你這樣拋我就會害怕你了嗎? 你就試試吧 沒記錯你是什麼婦女會的主席 有頭有面的嘛 上到警署再上頭條 看看到時候是誰難看 你這種賤人 做得出這種醜事, 一定不知醜 我跟你說, 就算我殺了我老公 也不會是你這個賤人 是嗎? Yama, 你臉上幹什麼? 沒事, 不會來的 是不是剛才那個女人打你? 都說小事了 那隻小鵝在等我們 不要要他等那麼久了 是不是有人欺負你? 是你會跟我說的 哪裡有人欺負我? 我肚子餓了 吃飽再慢慢告訴你, 走吧 大家好 經過上次Dr.Nam精彩分析 怎麼為之假司拼而不是真恩愛 引起很多網民的迴響和興趣 今天我們再次請到Dr.Nam開直播 一年五天為我們分析心理真理 Sammy, 歡迎 心理學是人類行為 和個人心智歷情的科學研究 透過心理學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認清身邊的人 和了解自己 Sammy, 你真的很神 竟然可以挑戰和顛覆大家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婦女界名人, 原理為主和她的先生 是最無犯的恩愛夫婦 但你就可以鑑別他們 不是真恩愛, 是假司拼 只要用專業的角度 憑著行為和身體語言 就可以客觀地分析得到 在心理學中 我知道有個名詞叫 自我欺騙 很多藝人明星 都有時投入角色難以抽離 用完生元太來做例子 他們會不會投入了角色身分 所以這麼恩愛呢? 絕對不一樣 自我欺騙的目的 主要就是欺騙自己 所以在別人面前扮恩愛 是為了面子, 主要是欺騙別人 你才在這裡欺騙別人? 袁太太、袁先生 你怎麼會此理? 停機, 給我馬上停機 你這間不知所謂的網門 還有你這個 不知道在哪裡買個學位 回來的宣傳博士 在這裡戀愛中傷害和我老公? 袁太太, 其實我們正在做直播 很多網民正在看 直播? 現在我們觀眾人數 已經飆升到5.3K了 袁太太, 你是不是想親自 跟大眾澄清?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想得到袁太太當面解說 歡迎留言 好, 你明明想借我夫妻 阿明在這裡過橋吸睛而已 我還在這裡刷破你們 幾個無職業操守 嘩眾取緒, 我二世做輿論話題 上次兩位答應接受錄影訪問的時候 我們已經清楚表明會將內容 交給心理專家分析 袁太太, 你是知道的 你們說會找專家嗎? 不是給這些, 排名也不知道有沒有 名字也叫不出來扮專家 在這裡胡說我和我老公假司P 我們去哪裡都牽著手 誰都知道我們是恩愛的 恩愛不是要喊口號 也不是由強勢主導 兩位表面上好像孖公仔, 唐痴斗 但實際上應該是水溝油 你和你那種東西被人家, 你有沒有加價? 根據Hars University 一份心理學的研究指出 人要掩飾方言 會盡量避免在大話裡提到自己 所以在你訪問裡面 我這個字出現了兩次 而我們是一次都沒有 袁先生應該很尊重袁太太 不像袁太太懂得說謊, 假裝恩愛 所以每次你在袁太的旁邊 也很少會發現 你還會胡亂說? 不如不要跟他爭論 我們不可以跟別人一般見識 我就是抵不慣人家自抬身價 總之你, 還有你一個扮專家 不立刻發聲明 公開向我倆公告協議的話 我就會採取法律行動 追究到底? 我無以無犯 我只是根據我所認知的心理學知識 作出最客觀的分析 是呀 觀眾的眼睛是最雪亮的 袁太太, 你是不是還想逐點去反擊 已經有觀眾留言 有些很尖銳的問題 走吧 上個免費替你做宣傳 很難, 我才會替你一般見識 我們應該去看理證明 我們一放假就會去看日出 晚上就會去看星星 我們人前人後都知道我們應該的 做直播真的時常會有突發 從每個人的反應和動態 對,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心理模式 不如你在這方面詳細一點解釋吧 莫老師, 你立刻給我出風律書信 我不僅要告那間冷鬼網媒製高點 我還要告那個記者 還有啊 還有那個不知所謂的心理學家 男嘉美, 教練我吧 我稍後打給你 你, 你替我站在這裡 請問有什麼事? 你沒見識吧, 我真是替你淒涼 我原理為諸是副有基金會的主席 副聯申請例群社的總幹事 副內會維發社的首席代表 我身邊認識的人不是法官律師 就是名人正要的了 如果他們是你的好朋友 你應該時刻刻刻地提點你 你什麼態度? 我以為這個人少少給你機會 你諮詢認錯 你也不知定, 這麼不惜抬舉 或者我說話比較直, 沒去修飾 但是我還是用我專業去分析 我所看到, 還有你不想認的事實 袁太太, 你和袁先生的感情有沒有問題 我相信你自己最清楚 有問題的是你 但那個爛鬼博士在假裝權威, 假裝專家 你賺多少錢個月? 你多少身家? 你氣我, 我告你傾家蕩產 賣身也賠償不了我名譽的損失 我一定會唱衰你的 我創下你沒有運行 你聽渣刀, 吃吧 是啊, 你們說會找專家 不是給這些, 牌子也不知道有沒有 名字也叫不出來, 假裝專家 我們去到哪裡都牽著手 誰都知道我們是恩愛的 袁太太, 恩愛不是要喊口號 歡迎選擇MMA航空小姐 你要的熱鮮奶 實際上, 應該是水扣 謝謝 你有沒有教教的 還是大哥, 你夠貼心 每次我飛多遠回來 你都會提醒我臨婚前喝熱鮮奶 怎麼樣?有沒有上房子看過? 我幫你換過新床鋪了 燈燈也會換到適合火 不過我都打算買一支可以調光 不是坐地燈 你看片的時候, 光一點就沒那麼容易壞眼 聽古典音樂的時候 暗一點也可以有情調 幸好你的朋友肯借這間屋給你 這裡真的很舒服 那你可以安心在這裡 敷足過幾月大假 最重要是我的皇帝妹妹滿意 最重要是哥哥, 你肯陪我一起敷 你臨婚前別只顧著看影片 藍光會影響睡眠 你在這裡看喪屍片嗎? 不是, 不過比喪屍片更恐怖 這個不是動手打你那個女人嗎? 有些人就是這麼霸道的欺騙 最喜歡宣示主權, 真是踢館 那女人又野蠻又麻煩 你真的還要去找她老公嗎? 你知道我沒得選擇了 而且有些事情一定要解決 不可以再偷 好, 那你照顧吧 總之有什麼事, 一定要跟哥哥開口 我已經不是十歲小女兒了 現在誰敢欺騙我? 我不會硬吃 我會想要去找你 我會想要去找你 那女人在封面 這次人身體跨到你 這次大吱灰道 Zither Harp 死者, 袁李慧珠和袁東來 可以說是近期的話題性人物 無論在網上或電視 都看到他們夫婦接受訪問 女的是婦女會主席 男的是成功商人 經常會出來分享夫妻恩愛之道 今早對情侶在這裡附近看藥出 拍照打卡之後大概七點多鐘 經過這裡發現屍體, 所以報警 兩名死者在手機裡找不到什麼特別 已經傳到網罪科那邊 先做詳細的分析 看看會不會有資料被人刪除 兩個死者應該被人移動過 女死者兩隻鞋的鞋端有磨損 男死者的也一樣 而且鞋底用黏了很多小的碎小粒 是被人拖行, 刮到地上黏起來的 他們的衣服後面都戳起了 很明顯是被人移動過 再放回屍體當中造成 兇手為什麼要這樣做? 相信搜證完之後會有線索 我們先跟屍體做了3D檢查 之後再移開屍體給你們修正 讓你繼續劇場 就讓我來一看 你就能有名字 撒回 是血跡反應 男死者袁東來 左胸前有被刺穿心臟的致命傷 臉部、頸部、雙手出現屍僵 施斑固定, 剛溫攝氏31度 死亡時間是六至七個小時前 就是大概在凌晨兩點左右 女死者袁李維珠 同樣左胸前有被刺穿心臟的致命傷 臉部、頸部、雙手出現屍僵 施斑固定, 剛溫攝氏32度 死亡時間同樣是六至七個小時前 兩名死者雖然同樣胸口被刺傷 但是女死者的傷口周邊 發現有肉眼可見的刑襲反應 除了好刑血之外 只要兩種不同血型混在一起 就會出現刑襲反應 就是說兇手才殺死男死者 然後用同一把胸刀 插入女死者的心臟 凝造兩種血液混在一起 男死者傷口的出血量比女死者多 是因為當心臟被刺傷之後 兇手馬上抽出空氣 人體每分鐘潑血五公升 當心臟被刺穿之後會大量出血 但是如果心臟停止跳動 大腦三分鐘缺乏血液供應 在女死者斷氣之後才抽出空氣 那女死者的出血量有機會較少 女死者面部的傷痕雖然心自見骨 但是出血量不多, 是死後傷 頸的左側有一柱指引, 右側有四柱 是死後被人以左手用力 掀著頸子留下的印痕 兩個死者身上都沒有掙扎過的痕跡 車外面也沒有被人清理過 相信兇手是先迷暈了他們 然後調位, 再將他們殺死 司機位的車窗開了 在司機位頭枕近窗的位置 也發現了黏符物 相信是兇手向車內兩名死者 噴迷藥的針留下 如果是這樣 這隻迷藥的濃度應該很高 兩個死者才會極短時間失去知覺 所以身上沒有掙扎過的痕跡 兩名死者死後都被人搬過 女死者死後還被人掀著頸子 他在臉上畫了一個交叉 這個兇手跟他也很大守候 不僅有守, 還有很大的執著 兇手這麼大費周章搬屍 一定是想呈現某個情景 達至某個目的 我心情會在我開始 大小小的獎 會不會太好了 太過了 他在我身邊看 你很高興 我會不會太過了 你會不會太過了 他會不會太過了 你會不會太過了 你會不會太過了 我會不會太過了 我會不會太過了 好, 走 經詳細解剖之後 兩名死者袁東來 和袁李慧珠死因相同 都是心碧被刺穿致死 傷口形象和心度相若 空氣是長而薄的多 而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袁太空前的傷口有形雜反應血塊 女死者血型是A加 男死者是B加 經過化驗, 女死者傷口上 找到屬於男死者的B加型血 也引證到胸手是用同一把空氣 先殺男死者, 然後再殺女死者 另外, 在兩名死者的臂腔 同樣找到一些乾葛的晶體 晶體的檢測結果證實是冬浪蕩鹹 司機位頭枕 和兩名死者的血液樣本裡面 也驗到同樣有冬浪蕩鹹的成分 冬浪蕩鹹, Scopulamine 在外國又叫Devil's Brat 曾經有人用它迷運受害者犯罪 如果用非常少的劑量 就可以入藥做雲狼丸 不過只要有0.3至0.6mg的劑量 就可以短短幾秒間令人失去意識 香港也可以買這種成分的藥丸嗎 劑量應該非常低 而且要在藥丸提煉出來也很困難 我們會跟進調查一下 網購或其他途徑 可以買到這隻冬浪蕩鹹 IBSANY的報告已經證實 桌盤上只有女死者一個人的指紋 跟你分析應該是一樣的 兩名死者應該被人對調過位置 在副駕駛的車窗邊 我們找到兩小塊薄片 證實是皮革 皮革表面已經開始老化 有可能是來自著舊的皮革 有機會是搬屍時的摩擦 令皮革脫落 就是說這兩片皮革 很可能是來自兇手 還有, 我們在其中一片皮革上 發現有已經乾擴變黑的血跡 經過比對測試 血跡乾了起碼超過三十天 血跡超過三十天 顏色已經不會再有變化 用現有的方法 很難分辨時間上有沒有差別 就是檢查不到實際的時間 那倒未必 我們會嘗試透過檢測血中的白蛋白 去確定血跡留在皮革的時間 測試結果不知道有沒有用 不過, 有另一個發現 可能會對調查起到關鍵罪 在男死者外套袋裡找到的戒指盒 驗到一組不是屬於男女死者的指紋 而這一組指紋在車廂裡也有出現 盒裡面鑽石戒指 尺寸十天, 圓周五十mm 以女死者手指的粗度應該大不下 就是戒指不屬於元太 戒指內環還剋在E&Y 很可能是人名的開始 男死者元東來 對, 英文姓氏是冤, 原本是Y 女死者原理為主, 姓名的原本 還有英文名的Sharon 都沒有一個E或Y字 我們會先集中調查 男死者元東來的感性關係 希望可以盡快知道 這個E字是什麼人 高Sir 醫生需要練什麼? 給一杯Long Black 好 還有, 替這位小姐換一杯熱的Cappuccino 沒問題 謝謝 高Sir真的觀察入眉嗎? 做記者也是觀察入眉 為什麼找得我這麼急? 我想先問清楚你的意願 你寧願知道一個未經證實真假的消息 最後期無落空 還是想100%確定才知道? 就像上次去台灣找大妹那樣 你有大妹的消息? 我不是有個英國朋友叫Paul 一直幫我找高船的下落嗎? 他今早打電話通知我 我記得你說過 就算希望落空, 依然會有盼望 所以我還沒確定 我也覺得應該告訴你 而且我聽完Paul說之後 我覺得這次機會很大 機會不分大小 有任何消息我都不會放過 Paul說已經找到當年 在三分市收養高船的孤兒院 院長還根據我們所給高船的資料 查個紀錄 結果? 結果正式有個女孩 跟我們的資料是完美的合適 她被一個華裔家庭收養了 現在的名字叫馬愛媚 我跟院長說我們很想見馬小姐 但院長說要尊重馬小姐的意願 先問過她 所以我把你的聯絡電話給了院長 院長說會幫你問一下馬小姐 想不想見你 謝謝你 要快點把這個消息告訴妹妹妹 要不要證實了沒有錯才告訴她 免得她再失望一次 也對, 如果真的確認了 那就是真正的好消息 希望這次馬小姐 真是你的大妹高舌 哥, 你什麼時候回來? 不是老Tele theme 平時我買起司蛋, 我一出門就問到 今天我站在你旁邊這麼久 你一點反應都沒了 對不起 小時候, 你有煩惱和不開心 我就買起司蛋給你吃 還記不記得吃起司蛋給前 要說話什麼咒語 記得, 吃起司的吧 笑就好 怎麼樣? 怎麼樣?還在猶豫 打不打給各位高先生? 如果他是我親生的哥哥 我覺得我很應該聯絡他 我做空姐 也是想趁機會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亞洲, 找回我的根 那你在擔心什麼? 我的心很亂 我不知道我親眼看到他的時候 我應該有什麼反應? 我應該怎麼叫他呢? 很猶豫 雖然我是收養你 但是我心目中的哥哥 只有你一個而已 既然你這麼害怕 你當我沒收過院長的電郵 當不知道我高先生這個人的存在就行了 但我又很想知道我以前自己是怎樣 六歲之前的事, 我完全不記得 我想知道除了他之外 你問我還有沒有其他家人呢? 我們以前的生活又是怎樣呢? 為什麼我又去了孤兒園? 我一直覺得那六年就像我人生一個洞 如果我不填上他的話 好像總是差了點東西 想不想聽一下我哥的意見? 很簡單, 隨心而行, 理你哥 謝謝你, 如果馬小姐聯絡你 記得告訴我結果 當然 就說就到? 香港號碼, 比我還要緊張 喂? 你好, 請問你是高先生嗎? 我是 你好, 我叫馬愛媚 你…是不是在找我? 我是, 馬小姐 謝謝你這麼快就聯絡我 高先生, 你叫Emma就行了 我知道你找妹妹找了很多年 所以我也想盡快打電話給你 謝謝你, Emma 我看到你的來電顯示 你現在是不是在香港? 是呀, 我也想見一見你 先喝口咖啡吧 那個G-SK好像老了 你待會用來招待高先生 當然是 既然你肯約他, 他又肯來見你 你就不用太緊張 平常心面對 問清楚你自己想知道的事 有哥哥在這裡陪伴你 有哥哥你在這裡, 我很心目當 我是Herman 我是西九龍創案組 高級督察國輝煥 請問你馬愛媚小姐是不是 我是 馬愛媚小姐 我們有理由懷疑你和一宗謀殺案有關 請你跟我們回警署協助調查 請問你 東西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